但是若宇宙生命内的主人没有醒过来 这个超光帷幕是没有作用的 那么当宇宙的主人 一切生命内从第四禅里面 精神冷冻 得到的精神还俗 一一醒过来以后呢 又产生了新的超光帷幕 跟一千两百亿年来的超光帷幕合而为一呢 我们才有第一个光子云 其实是宇宙第二个原子 子料的子 所以动力能子量 力呢 就是我们现在宇宙说的强和力弱和力 重力以及磁力 动力能子量的本身 对于新的宇宙的影响呢 是体现了精神是宇宙的主人 而唯物呢是宇宙的附属品 是精神经过了拷购 而变成了物质的 所以也不可以说是心物二元 但是又不能说不是心物二元 因为开天辟地 就是心物二元化了 二元化的心物呢 它叫做无理统合 也就是它的物理 心理 生理 空理 佛理 是同一个理的 任何一个维神都具备了这个理 也就是说宇宙的运行 明明中是循着一定的法则在运行 没有这个法则就不会有宇宙的运行 而这个法则的运行来自于第八阿赖耶士 里面的宇宙的 这个基因库里面的基因 所谓的异熟的种子 异熟的种子造成了超光帷幕 以及光子云 光子云到了宇宙形成的这个处间 宇宙有了曙光 我说过没有四章跟四句的差别 宇宙可以遥远的一眼看穿 这是形成宇宙以后所不能做的 那么成节以后呢 我们的世界就进入了注节 有如今天一样 我们这个注节呢 就体现了物理世界的种种物理运动 莫不留于心的导向 简单的说 心理运动才是一切的主材 它决定了注节仅仅四百亿年 快节也仅仅四百亿年 空节也仅仅四百亿年 而成节也仅仅四百亿年 原因都是新的关系 新的运行 也成为决定宇宙年龄的根本 也就是说我们的宇宙 之所以到现在进入了轻壮年的时期 我们有宇宙的外表可以看出它的年龄 当然更好的当然是要透过现在物理学的 这个碳原子的决定 以及从幼里面来鉴定宇宙的年龄 因为它是宇宙最初的物质 由最初的物质来鉴定宇宙的年龄 是深合学原理 但是我们仅仅有宇宙的外观 也可以看出宇宙现在是青壮年时期 因为宇宙还在继续不断的膨胀 这个膨胀就是宇宙正在 还在继续发育 还在继续的这个状态 但是若到了壮年由壮而衰的老年 那宇宙就不一样了 不会一直往外扩张 而会一直往内这个紧缩 往内拼凑 往内相挤 那么这一挤呢 我们所有宇宙的所有原子 在这个由扩张而变成内挤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新一代的宇宙的性子超光帷幕 它也会得到了崩洁的时期 这一崩洁就是宇宙要进入坏洁的 一个有形无形的一个标准 这个表情会让我们整个变成老年化的宇宙 那么它由于失去了性子超光帷幕的诗词 任何的原子都视力已尽 整个毁坏 那么我们在承解的时候 也一定要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心生种种化身 心内种种化内 心生种种化身 所以叫做因缘性 心内种种化身 所以叫做因缘内 因缘是指原因跟种子 原因跟种子 原因跟种子绝对所有的因缘 而缘因的种子跟种子 原因是指原原原子力 而种子能指如 指原子力 这样说的意思呢 就是 对我们在讲宇宙万有理论的时候 我们除非出书 才能把前半段讲完 也就是如何形成阿赖约 阿赖约是由你来的 它无明言起 那这个无明言起 远至于最初无量无边的无死状态所来的 当初呢 这个里面呢 有两个事物 就是 生佛同体 心物同源 也就是如来藏的意思 那么如来藏的清净本人 是 如来藏在先 而阿赖约在后 这是勉强这样子来讲的 其实呢 如来藏与阿赖约 本来就是同时共存 就好像山里面的矿跟金 不可以说金在矿先 或者 矿在金后 或者矿在金先 金在矿后 其实是同时具足而存在的 同时具足而存在的 如来藏与阿赖约 他们从性相上来分辨 那自性本来的 清净本来的如来藏呢 其实是自性守恒 犹如黄金不变一样 那我们的阿赖约 也与如来藏黄金共存 但是 这个阿赖约的相分呢 它是不守自性的 不守自性虽便便不移 所以阿赖约最重要的表证 就从异熟事里面看得出来 异熟事就表生了一个生命不移 若没有生命不移 分分秒秒的生命不移 就不会有生老病死 以及常住坏空 那么前段要讲到这个阿赖约 除非我们出很大的一本书 来表明如来藏与阿赖约是如何分裂成六法界 以初世间四个法界 总共合成十法界 那必须要很大的篇幅 我们讲异熟理论 在电视上讲 只能舍弃宇宙的死前死的阿赖约原曲是如何来的 要讲明白 莫过于初书来表明 那么我也会在未来 把官有理论 经过初书 让出版商来出版 那么并把宇宙死前死的 无名阿赖约的起源 把它说清楚 讲明白 也证明了一切众生都是如来 就好像国王睡觉做了一个噩梦去当乞丐 虽在梦中身为乞丐 但不能说他不是国王 也不能说他是乞丐 其实他还是国王 我们正中呢 大作宇宙三川日月的这一个梦 而引起了这一个有为的宇宙六环法界 其实我们虽缔造了这一个无名贪赖 无名为父 贪赖为母的这个有为的宇宙世界 其实我们的如来上的佛性还是依然固有 就好像国王睡觉 梦中当乞丐 并不因此而失掉国王的身份 所以 虽 无名造地狱 无名造三恶道 因为有善必有恶 而恶的部分 穷凶极恶道 必须要受无缘第一 百千亿万节的苦暴之说道 但是都不影响于众生的 和阿赖也的自性 里面的如来葬 都是如今不变而永恒的 所以宇宙所有的原因 更适合于第八阿赖也 总体第八阿赖也来表承 而更能够适应于 如来圆能 圆子 水圆地的圆 而我们当前一面心呢 变动不离 我们的阿赖也的像 不守自信 对第七世 第八世 第六世 我们的不守自信 在不守自信的这个阿赖也里面呢 我们的造业啊 一些英明果报 我们只能 他都在梦中做梦事 在梦中做梦事呢 所以 连我们那么广大的宇宙 都会因之 而成为 成诸坏空 若我们的心是守自信 那么我们所上的宇宙 是永恒 是不会挥坏的 犹如阿赖佛的解 犹如诸佛的世界 是由如来葬所缔造的世界 出世间的世中化解 它就是永恒的 是一刹那就是永恒的 而我们基于无名为父 灯爱为母 所造的这一个无名世界 是不守自信 是变化万端的 是变变不移的 生命不移的结果 令我们身心 在心内不移当中 连我们地造的这个宇宙 都有成诸坏空 而人生显现出生老病死 目不由于违心所造 但是我强调的说 它绝对没有损害 如来葬里面的金的特性 觉得不动不摇 当我们到大侧大武的时候 见到佛心 那自然就成佛了 才知道 一切都是梦中做梦事 醒过来以后 世界依然 还是佛的 还是我 我还是佛 我们因此 基于这一个道理 凡我们梦中做梦事 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第八阿赖也缔造了 这一个无名宇宙 我们仍然把 他的心理运动力学原理 叫做如来直直原子力 都把如来的两个字观上 也就是如来 这样的进步变的意思 将追溯众生 要到他的原始 无始无名 以及如来葬清